為了提供更好的互動體驗 臺北捷運公司的逃生體驗館 更新設備 去年底重新開放之後 前來參觀的學童們 最愛當一日司機 因為能夠體驗駕駛捷運的樂趣 而從農煙迷宮裡全身而退 也是一項相當刺激的體驗 農煙密布伸手不見五指 只聽了到尖叫聲 這是正在模擬遇到火災緊急情況時 如何自救 前來體驗的小朋友們依照學到的指示 朝著有小綠人的微弱亮光前進 終於找到了出口 也鬆了一口氣 面對農煙逃生 有人覺得刺激 也有人不太喜歡處於未知環境 但搭捷運時 可能遇到了緊急狀況 不只這一種 若正待在行駛中的捷運車廂裡 該怎麼辦 列車停在半路 乘客只能經由最前方的車廂離開 開了一道門 還有一道關卡 大家依序從駕駛座的車頭走出來 再尋著軌道逃生 來到臺北捷運的逃生體驗館 就是要實際體驗 危急情況時 如何在捷運逃生 還有平時不能亂碰的按鈕 像是緊急對講機 緊急停車按鈕 緊急開門旋鈕等等 在這裡都能夠碰個夠 為了讓民眾有更豐富的體驗 二零二零年中更新設備 年底重新開放 新增了多項設施 不但詢問處真實呈現 還能夠當起司機員 在擬針的捷運車廂裡操控駕駛面板 體驗駕駛捷運的樂趣 這也是軌生體驗館中 最受青睞的項目 可以自己控制速度 然後可以假裝在開捷運的樣子 以後早上想開捷運 就知道怎麼可以開捷運 認識捷運也要學防災知識 大型螢幕搭配擬針面火器 讓體驗民眾學習正確操作面火器 更親自感受火災場合的分秒必爭 我們從九十七年開放到現在 累積是三十多萬人次 那歡迎大家可以安排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來我們這邊捷運車 來我們這邊玩一趟睡一晚 從互動遊戲到實際體驗 台北捷運公司規劃的逃生體驗營 透過寓教娛樂 民眾不但能夠感受捷運人員 平時工作的辛勞 更能夠瞭解到捷運系統防災 以及安全逃生的知識 記者郭塞 陳柏宇 台北報導 嬉 陸佛 嗨 陸佛 臉佛 噑 佛